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名中文教师 曾在马尼拉 苏武等地的华文学校任教 母亲虽然姑子很忙 但也会抽出时间教李天荣兄妹养 包粽子 讲故事 唱歌 李天荣喜欢中文 也热爱美食 很小的时候就告诉妹妹 妹妹 你记得吗 我小的时候 我又告诉你将来 我想要开一家面包店 烤制魔术蛋糕 贾旗西门尼斯街43号的卡姆宁面包店 就是现在李天荣烘焙魔术蛋糕的地方 对对对 这是种子 这也是我们这家面包店 与众不同的地方 2020春天的时候 在熟这个面包店的时候 这个古董的面包店 我有答应以前的老板 我告诉他们不管怎么样 不会关闭他们的生意 也把这个传统的面包店 要发扬光大 父母早逝 与妹妹相依为命的李天荣相信 没有什么跨不过去的坎儿 有一天 他忽然想起了小时候 妈妈包的闽南肉粽 李天荣花了几个月时间 一点点尝试还原妈妈当年的配方和味道 还在每个粽子外贴上一张小纸条 介绍粽子的食用方法和历史典故 复刻了童年记忆的肉粽 不仅好吃实惠 更方便卫生 很快就受到了当地人的热烈欢迎 成为网红新品 更有不少菲律宾名人 美食博主慕名前来打卡 既缓解了经营困境 还传播了中华美食文化 每次顾客来买粽子 我跟他们讲 我小时候妈妈包粽子 给我吃的故事 他们很喜欢 广告10 checked 市场子 你在吃的故事 油肠还有当地人 的用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